上回我们说到雪莹拿出水凝珠救了上古,但也要求白绝将自己收入长渊殿,后来上古发现这件事后,可谓是十分生气,两人更是立下赌约,那么输的那一方惩罚都不小,雪莹更是为打败上古想出阴招,利用不被问津的另外两名下神来陷害古君,好在最后白绝与天奇都相信古君,那么最终两人谁能更胜一筹,留在这长渊殿里呢? 今天继续带着你们走入真神世界,来了解真神之间的感情故事,一起来观看千古绝尘第九至十集精彩内容 画面开头白绝因为独找联的事情,特地来向上古道歉请求原谅,并且愿意借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上古修炼,甚至还亲自研制出一枚可以冲破寒脉的丹药 上古看着白绝为他付出的这些,可以说是十分感动了 不过,一旁的天奇可就坐立不安,眼看着心上人和情敌越走越近,顿时感到苦闷不已 本想替上古拒绝白绝的好意,可没想到上古却直接欣喜地收下别人的爱情总是能让自己流泪 终究只是个电灯泡罢了,此时上古突然开口询问白绝,若是此次的赌约自己获胜,那么是否还要去九优接受历练 这让白绝顿时不知如何回答,你说去吧,自己舍不得,不去吧对上古不好,可以说这样的情况是极其为难了 这时上古看他沉默不语,心里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便不再询问,可终究有些失落 另一边元幻在陪古军练习,他对古军总是有着特殊的感觉,正在满脸春风地看着古军练习 此时,目光忽然来到这里,将自己家族的温泉水送给元幻 看来,目光也是心仪元幻,不过即便是送出了家里的宝物,元幻还倾心于古军 画面一转,天启终于不愿一直保持暗恋关系,于是他鼓足勇气约来上古 特意为他准备一场烟火盛宴,可以说场面十分浪漫 于是在氛围的烘托下,天启说出自己的真实心意 不过,却被上古直接拒绝,这满屏的尴尬,谁来为天启收场 上古首先就给天启发了好人卡,紧接着又发出亲属卡 称自己一直以来,都把他当作哥哥,别说了,这就是满满的暴击 一连发了两张卡,天启心里虽然极其失望,可还是要淡定地接受 毕竟爱情总是充满坎坷,紧接他便向上古表示 自己愿意一直当他的哥哥,守护在他左右 这句话却充满着不少爱而不得的心酸呢 此刻白爵也因为雪莹做出的事情,当面向他表示 比赛结束后就自己离开长烟店,还算是很给他面子 不过雪莹却不买账,一直严明自己如何喜欢对方 可是人家不喜欢你,你就不要再自讨媒去做些坏事了 他心里仍然不知道白爵为何如此绝情 对待上古和自己的方式截然不同 白爵刚走出宫殿就被天启拦住 对方表示一定要与自己喝酒 果然失恋的男人就是如此脆弱 看见白爵一副不为爱所困的样子 天启内心顿时更加郁闷了 这天也到了古君要进入暗静渡劫的日子 一行人都在此处等着白爵的到来 袁焕更是为古君准备好自己缝制的香囊 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 可是见白爵迟迟未来 上古不免有些疑虑 殊不知白爵是被天启困在此处 好在上古及时赶来查看 拿走钥匙去送古君入境 这时候白爵向上古表示 只要此次古君能够顺利渡劫成功 那么上古便可以不去久忧 上古一听到这话脸上顿时浮现出笑意 画面一转 上古顺利打开暗冤之镜 他带着古君进入里面 并在一旁辅助古君渡劫 此次并非简单之事 所以二人都十分严谨 然而古君却无法遭受住雷劫 上古见此便亲自上前为其挡下 然而他自己的灵力还没有到达 可以连续遭遇几次重击的境界 所以自己的本源也被伤害 这是为了留在白爵身边得有多拼呀 熬过雷劫之后 古君顺利飞升神君 可是月妮却露出一丝异仰 上古见此十分不解 询问之后才得知原来曾有神君殒命的事情 所以此前白爵让上古前往九幽历练 也并非没有理由 现在三界都寄托希望在上古身上 这让上古顿时感到十分为难 看来去九幽是飞去不可了 这一天到了上古与雪莹比赛的日子 古君依靠自己一点一点积攒的能力 打败了老师靠小伎俩取胜的雪莹 但即使他输了 上古也无心与他提及那日筹码 不过此时红日就直接当众揭发雪莹 与两位下神弟子所做的事情 白爵本就怀疑雪莹 线下知道真相后更加恼怒 直接将三人逐出神界 雪莹更是被派去看管九幽 不过不解的是 为何与上古要去的那地方竟是一样 随后上古也提出自己决定前往九幽历练 不成功绝不回来 这让白爵内心顿时感到一阵复杂 既不是又无奈 上古担心自己半途而废 想要回来 便让玄逸给自己周围画上结界 玄逸也欣然答应下来 除此之外 玄逸竟然觉得一人在妇神台上 十分无聊 还要求上古有时来陪他聊天解闷 更重要的是 一旦结界画上 也就意味着 只要上古没有获得混沌之力 那么便一直无法离开九幽 理念危险重重 上古此次可谓是对自己下狠手了 另一边天启得知上古前往九幽 当即十分着急地想要闯入去就出他 可却遭到质阳与白爵的阻拦 白爵深知上古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考虑 所以希望天启能够和他一样 等待上古成功归来 这边上古在九幽境内并非十分顺利 毕竟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抵抗那些妖魔 好在有白爵在长渊殿内施展损害 他自己的法术来帮助上古顺利击退妖魔 还找到一些关键药材 真是被白爵为上古无私付出的决心所震撼到了 白爵一直守护在上古左右 默默看着他在九幽的情况 甚至在其入睡的时候 在上古的梅雨之间轻轻一吻 这一吻直接给我嘴里塞满了柠檬 而天启与月泥这边也在为上古而担心着 毕竟九幽那边的情况 他们都多少了解 懂得其中的危害 目光经过月泥和天启的点拨 能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 于是便前去寻找古君想要鄙视一番 正巧遇见袁幻在此 顿时欣喜不已 但他却不知袁幻倾心于古君 被流放到九幽看守的雪莹 一到那边就被当地的守卫所讽刺 让雪莹心中对上古更加仇恨 认为都是他害的自己流落到这里 便在内心暗暗发誓 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回到神界超过上古 人但凡能放下不该有的仇恨正是问题的关键 那么也许才会有好的转机啊 时光飞逝千年一晃而过 上古的混沌之气也获得极大的改善 那么也就意味着他马上就能回到神界 见到那些久别的朋友 然而白杰在这千年以来 为上古多次耗费自己的元神去辅助他修炼 可以说是非常无私的为爱付出了 这一天也是月迷的十万岁诞辰 没错 你没有听错 就是十万岁 天启为月迷准备了精美的礼物 让月迷十分欢喜 不仅如此 天启还将上古即将回来的消息告知了月迷 一旁的目光听见后也十分高兴 立即将此事告知自己的好兄弟古君 画面一转 元幻在上古不在的日子里 将朝圣殿管理的十分到位 可似乎有些过了头 对不慎将杯子摔坏的吓人极其暴躁 这让古君有些不解 随即他便将上古即将回来的消息告知元幻 不过元幻的神情却有些复杂 似乎没有特别欣喜的样子 该不会是自己在殿内待久了 把自己当作神殿的主人了吧 这一边上古的能力飞升得越来越快 已经到达三界无人能及的境地 可混沌之气虽然厉害 一旦控制不好也会给上古带来非常大的伤害 不过白绝剑如今上古已经修成 便将自己的元神离开九幽回到长渊殿内 可这也刚好被雪莹看见 他万万没想到白绝竟然为了上古 会冒着风险施展元神离体的法术 心中对上古更加怨恨 不过雪莹私自利用元神进入九幽的事情 也被玄艺知道 此前他便得知二人关系一直不好 如今上古马上就要离开九幽 玄艺一直都十分无聊 便决定故意给二人制造一些矛盾 想要看一出好戏来给自己姐姐们 但上古如今的能力已经突破结界 难道雪莹还能赢得过上古不成 果不其然 雪莹被魔器所注入 能力自然也比从前有所提升 另一边天奇与白绝来到九幽之外 等待上古的归来 期间天奇发现白绝的不对劲 但碍于自己对白绝没有好感 所以两人还是依旧冷冰冰的分开两头站着 此时守门神君告诉二人 上古早已离开九幽 这却让二人有些疑惑 明明自己等了许久 莫宇在雪莹的帮助下 破掉穷奇结界对众神君来势汹汹 好在上古带着混沌之气归来 一把古地剑立在众人面前 仔细看去 如今的上古早已不是当初 那个任性妄为的小丫头 分开千年再次归来 上古对白绝还是否有当初那份爱意 而他又能否得知 白绝为自己付出的这些事情 但线下回想到那时 袁焕在得知上古要回来的时候 复杂的眼神不禁让人感觉 他似乎不是很想朝圣殿的主人归来 那么具体原因又是如何 上古回来后还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这些都十分引人关注 月明和天启的关系又将如何 这些事情我们都在下期 再次为你解答好了 本期精彩就到这里 下期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